一直以来小萨的预测都以打链著称 自从对战模式下架后 各位同学们都希望小萨来预测下 PVP能否回归 国际版哪些植物会被移植 行吧 本期视频说说小萨的预测 先说说PVP 对于对战模式的下限 各位同学一直愤愤不行 确实如此 毕竟以前对战模式中的奖励汁丰富 堪称良心 而且经常更新变化 让萌新的植物池能够得到极大丰富 这之后出的活动再多 那也背随车心 再也没有这么良心的模式 用来兑换植物了 各位让小萨预测 小萨觉得对战不会再回归了 也有同学说有玩家拆包 说数据包里已经没有PVP的代码了 当然小萨希望这次能够被打脸 接着来预测移植植物 话说最近国际版里的植物 画风越来越奇怪了 从这张贴图就能窥视一般 一品红 这株寒冰植物基本没可能移植了 全品减速的效果不错 还带有击退 但是过去这么久了 破维完全无视了它 看来是不喜欢不想要的说 一品红能够直接让僵尸鸡 以及冰佑的隐藏动物不见了 我在想如果出现在中午版中 会不会让十阶僵尸鸡都消失呢 移植指数0 捷克兰瓜 话说捷克兰瓜这植物 都从手动来成自动了 变化这么大 但是起不了一点水花 这植物只能在角落里被遗忘了 移植指数0 冰地池 这一株植物小萨还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即使是移植到中午版 那也是一点不为何的 而且可能中午版大招 不会比较炫酷一些 大概率的话 并进一次也可能只有三阶 移植指数40% 悬浮洋域 这株国际版才更新不久的新植物 其实是一株名副其实的废物 仔细思考一下 如果移植到了中午版 这个悬浮的效果会如何呢 毕竟国际版和中午版 浮空机制是不同的 磨钢和战术风扇是各自版本中的运用 至于会不会移植 这个我真说不好 移植指数大概10% 男主大黄 这株新植物很多只玩中午版的同学早就掩藏了 毕竟几乎等于无敌 便以大部分攻击的伤害 而且攻击带有击飞效果 移植到中午版中 应该会是一株无尽神器 不过我在想 如果移植到中午版 那么击飞肯定是接触限制了 一阶击飞一直三阶僵尸 二阶击飞四阵五阶僵尸 三阶击飞六阶七阶僵尸 四阶击飞八至九阶僵尸 五阶击飞十阶僵尸 或许是这样没错 移植指数百分之二十 墓碑残造者 这组植物的画风新奇 和国际版中午版都不是一个世界的 感觉就是细宝更换了有名画师 真是墓碑的龙力没啥好说 关键是 他把僵尸拉入地底的龙力 在中午版能对几节僵尸生肖呢 不如会削弱 亦或是加强呢 我觉得在中午版 他会被技巧橄榄推动的 这些都可以算是期待点吧 移植指数百分之二十 简单的聊了一下 各位同学们觉得 小萨这次的预测 是否还算靠谱呢 你觉得小萨被打脸的几率 会有多大呢